大家好,我们这一课接下来往下讲 往上一课讲到这里 就是说走到这里的话 我们等于说就要已经开启这个位置信息的编码了 位置信息的那个就是开启这个导航了 是不是 好,那既然到了这里的话 我们先关闭某些 我们这里重新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 开启导航 start待位 给选 位置 mark 我们这里需要传一个pressmark进来 啊,不是这样写的 soulset 不好意思 这样子 好,这里我们要写什么东西呢 然后这 这里是关键的一个就是做导航用的一个东西 首先一样的和之前 我们做覆盖物 原理其实差不多 首先我们要证明一个 作为导航的一个生 director一个生 一个 request 请求 做这个 request 请求之前呢 我们 我们先做这个 request 请求吧 之前啊,这个请求我们只是叫 request 吧 然后它是 mk direct request 这个请求 对它进行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我们对着 request 呢 我们写个标注 一个 这个叫奉位请求 这个叫 奉位请求 这个叫奉王请求 这就是 这个党王请求 对不对 出这个党王请求 对不对 然后我们对于党王请求的一些属性就有设置 首先它有一个属性 request 点set source 这是什么意思呢 set source 开启源头 设置源头 源头就是开启点 出发点 这个源头的话 我们参数带一个 mk map id m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怎么是数字化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构造方法 它是要传一个mk place mark 是这个参数的数字化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 之前我们上一个讲到 在这里要做一个place mark的一个保留 我们这里并没有去做 做了start place mark的一个保留 这里就目的就是为了设置源头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第一次站在数字化的时候 在这里 第一次编码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存下来 pa 这里做个信息保留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这里就可以去做一个出出化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还是重新写个方法 不需要每次都是出出化 我们介绍get 我们介绍get itm with mark 同样的传一个mark进来 那这里是 cr place mark 我们这里怎么写 我们初始化一个 我们初始化一个 初始化一个 mk map itm 直接itm mk map itm 我们直接传一个 把这个mark传进来 return it 这里记得要加上传为值 什么类型的 mk 这个字 好这里我们就可以去调用 所以我们直接这样调用 点get 把我们 start 这个传进去 对不对 然后这样之后我们直接把这个字传进来 这里还不对 你要知道它这个参数介绍是什么呀 mkitm的一个参数 但是我们这里得到的是什么 我看一下这个初始化得到什么 mkitm的一个一个初始化 它得到是一个mkitm的变量 对不对 但是你 我我们刚刚注意看 它这接了一个参数是mk plastmark 不是cl plastmark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还有一部对这个mk plastmark是怎么初始化的 它的初始化才是mk plastmark 和cl plastmark 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么mk 这个plastmark 它怎么是初始化呢 它的构造方法呢 是根据coding的 主要是这个字点 它还有一个初始化方法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是这样子 mkp 它的初始化里面可以接一个plastmark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把mark传进来 然后这个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传进来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全得到一个mk mapitm的类型了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调用 直接调用get 直接把我们start mark调进去 这样得到了一个字 就是mk mark一个类型 我们直接可以把它传进去 这里是 mkdirection request 这有问题吧 这个这句 DG代码 DLUCTION 是不开始的 哦 这里怎么不见了 这个东西怎么没了 这被我删掉了 不好意思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写个备注 从这里开始写 创建 通过 cllplacemark mark创建 一个 mkplacemark 然后这个是 下面这个是什么 通过 mkplacemark 创建 mkitm 对不对 这样 好 我们这里直接调用 这个访问是一个mkit 然后这个处置化 设置源都是一个mkitm 好 设置出发点之后 我们肯定要是一个目的点 对不对 它肯定是个对应的 它目的点 目的点是什么 目的点我们这里传过来 一个placemark 对不对 同样的我们request request.set laction 这一样的是传个mk 我们把这个方法调用进来 然后把这个调进来 这样 设置目的地 好 源头也设置了 目的地也设置了 好 接下来 我们就开启这个地位了 源头目的地都设置了 然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request 进行一个地理位置 一个开启 它这里面有一个方法 点call 我们不是这个有方法 sorry 首先我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请求之后 我们真正的要用 用到是什么 mk direction 对不对 它是一个mk direction 对不对 mk direction mk direction request 则是一个请求 就好 好比我们ns 什么ns request 那个样 它是一个请求 它真正实力化 要通过这个来去实力化 就这样 mk direction 这要传一个request进去 我们把这个request传进去 好 通过request 创建一个响应头 好 有了响应头之后 我们对响应头进行 进行 这里有一个方法就是calculate delucion completes seif delucion 都是返回 我们这里要的是一个 看的是哪个方法 我们不要 不是这个方法 我们要返回一个臂报的方法 所以要靠 completion hander 无法为止 在这 我调错方法 就能加方法了 不好意思 应该用这个方法去调 不好意思 调错方法了 调错方法了 我们得到是mk direction 就这个方法了 然后这里一样的 我们要把它取出来 tonger tonger error 好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意思 这个方法是我们通过 request设置的一个响应 响应里面 它开启导航 delucion 这个意思 hander 它就会得到数据后 会返回一个臂报 臂报里面有一系列的响应数字 和是否错误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就开始到了 我们之前有讲过的 一些 那个叫做 之前讲过 叫做 成家覆盖物的时候 用到了一些 基本上差不多的东西了 到了这里的话 我们首先 有一个变量叫做 铝 有te的这个变量 叫mkr 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初始化方法 它应该是 律师胖了呢 律师 这个靠不出去 拧一下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加个背主 这是查群返回的第一条路线 这里是一个宿主 其实 但是我们这里只查群 只返回第一条路线 在实际操作中 它会返回很多条 比如说你从我这里去北京 不止一条路吧 有很多条路 它会有很多条 那么实际操作中 这个是要做处理的 多条的 但是我这里就为了节省 我就只找出第一条 只做第一条线路 好吧 好 这是查群第一条线路 然后我们查阵的系列条 我们之间记不记得 我们之间再做一个全区变量 叫做NeoPath 这个变量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对待进去做保存 我们就这要加save 它这reload 保存 保存之后呢 我们要将这个加到我们的save 点MapView上去 对不对 这里就点MapView 点ThatOverlayer 记得这里要加上一个level 把save 点MapView 点MapView 好 这我们之前都讲过的啊 加个背图 添加到地图 好 这个添加会有吗 肯定不会有是吧 我们之前也讲过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啊 每次 因为我这是一个储存的 是一个固定的值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每次你定位一次的话 这个值就会覆盖一次 那地图上也添加了一次 那你定位多次 地图上是不是有多条线路了 所以我们在定位之前 一定要注意做一步 就是把我们的当前地图上的 移除掉出来的线路 对不对 叫removeOrayer save.0 移除 上次 定位 好 这样的话 其实到了这里的话 我们整个就完成了90% 定位 那我们可以先大概跑一下 样子 这里的话 我们是 在这个地方需要调用这个方法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先 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打车 这个 place mark 还是 PR 启动 真正的启动 导航 对不对 在这里 好 好 我们先别管它 这个 因为地图现在不显示 可能是以网络原因 好 到了这里的话 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先暂停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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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